星期五之前誰是黃傑 星期五之後黃傑是誰 他一下就紅了 所以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講的 整個五月都是滿滿的高雄市議會 高雄市議員有機會 能夠當面質詢到韓國瑜 所以他有機會 在一天之內就可以爆紅 上發商影片定義名 然後全台階之黃傑 時代力量的市議員 我跟他過去也不認識 他還很年輕 但年輕不是問題 這裡我講個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 現在包含了民進黨議員 包含蔡英文總統 包含孫昌院長 反對的是自由經濟貿易區 還是反對韓國瑜 反而是哪一個 蔡總統的態度比較明確 他認為這個不宜 他過去就這樣講 可是我給大家看兩張過去的報導 現在蔡總統最信任的人還是陳菊 賴清德是三個月以前 還信任現在翻臉 陳菊跟賴清德 這兩位曾經是台南跟高雄市市長的人 他們過去對於2012年 馬英九前總統他所提出的 自由經濟示範區 用詞不太一樣 精神方面是一樣 所以是自貿區或自經區 剛剛賓哥跟大家講 講自經區不好聽 OK 我們今天講自貿區 自由貿易區 簡單這樣子講 2012年5月30 為什麼這個日期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2012年的5月20 是馬英九他連任 再度連任當總統的時候 他就提出了這個 他想要做這個 然後在10天以後 高雄市長陳菊 他就呼應了 他認為高雄市需要 自由經濟示範區 而且這回是高雄的契機 裡面提到了很多 高雄已經準備好了 包含了相關的這些東西 都需要 南科 加工區 還有港務公司等等 都是需要跟自貿區整個配合 這是2012年的陳菊前市長高雄 現在2019年的市長叫韓國瑜 他認為他要做一個 中央反對 可是我有市長的一個願景 當然需要中央鬆綁 我不能提 我提了以後馬上被人講說 是所謂的洗白 所有的大陸的產品會變成MIT 你過去陳菊市長在支持的時候 那是馬英九對他要跟他不一樣 拿出來談 大家可以把自貿區的細節 跟裡面的內容 可以去做比較 而不是用這種一對一的方式 這第一個 這是陳菊 大家看第二個 2013年的3月30 因為這個話題當時還在談 這等於是半年多以後 賴清德他當時還跟這個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 葉匡時也有在 現任的 台大校長 賴清德說 判安平港可以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 他當天這個新聞荒惟者也在 我給大家看起來 他當天的新聞講說 他還與交通部長葉匡時會面的時候 向部長提出安平港 希望能夠納入自由經濟防禦區的想法 並且當面獲得部長的贊同與支持 這個部長就是現在 剛剛在市議會回答黃傑 特別問題的高雄市副市長葉匡時 所以當時包含了國發會的 主委管中敏跟這個 交通部長葉匡時 都面對了賴清德市長 台南市的市長賴清德 高雄市的市長陳菊 他們對於自由貿易區的看法 不是今天這樣的看法 當然這兩位今天現在沒有講 現在是蔡總統跟蘇院長 特別告訴你 這個很危險 他不要 中央政府可以有 中央政府的看法 地方的市長可不可以說 我要自貿區救救高雄經濟 救救台南經濟 可以嗎 我擺姿勢給大家看 過去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你今天搬到市議會 議員可不可以問 可以 這裡面有兩個點我要說 我是覺得 一個市長他在推出一個政見 或者是推出一個政策的時候 他不是一個人 所有細節條紋 甚至153條講成152條 抓到了 馬上網路懶人包 再罵一個禮拜 是從這個質詢過程當中 可以看出來 韓國瑜市長對於 現在高雄想爭取 他不是已經計畫都完成的 那個方向沒有講得很清楚 這點我覺得也可以再改進 就是說你可以把方向講清楚 可是顯然黃潔議員 他是歐坑給你調 他希望你能夠講得不對 或是你講不出來 這個也是議員的職權 現場 包括我認識 一華姐的時候 他也是台北市議員 現在是立委 洪輝姐也是天天要上質詢台的 議員是有質詢的權力 所以其實韓國瑜市長 他可能也太忙 他沒有想到這一題 是一定會被問的 還有其他的 愛情摩天人 接下來我說滿滿的五月 都是高雄市議會 應該還要做更好的準備 然後態度上我也覺得 所以可能我這個話講起來 大家可能不愛聽 因為過去我都一直在看 我都在市政府跟市議會質詢 對不起 不是質詢 在市府跟市議會採訪質詢 議員問問題 有時候他可能水準不是很高 或者是他可能比較針對性 或是只有謾罵 市長就表達一個尊重的態度就好了 不要不耐煩 也不要讓人家明顯的看出 你對他的問題是不屑或是怎麼樣 這對韓國瑜市長並不是好事 我覺得這點很重要 像過去馬英九前總統 在當市長的時候 他一直到當上了國民黨黨主席 因為我一直在採訪 我發現他的態度有改變 我問他說你現在好像比較硬 王世堅議員問你 或者是民進黨的議員問你的時候 你會吐回去 他說我現在是國民黨黨主席 我可能也不能在議會 被這些民進黨議員欺負 可是他的這種態度 就聽到你的議員 議員絕對是有權 在議會的那個時間當中 去要求任何人回答什麼問題 這一點我覺得韓國瑜市長 接下來還有一整個五月 他可能要小心 否則第二個黃節 第三個黃節 因為磨到霍霍一個黃節 他就可以一氣爆紅 其他的民進黨議員 大家拜託你等 往我來練 他也要給韓國瑜 每個人都想紅 所以議題你還是要準備好 如果他的態度是非常的誠懇 甚至也有人 這個我不懂 因為高雄市議會 跟台北市議會比較不一樣 台北市議會全程市長是站著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被瘋傳的影片當中 會看到市長一直站起來 回答又坐下來 是有人覺得說 是不是好像這個態度上 你比較看不起這個議員 這個高雄市議會的備詢過程 我不是很清楚 我再去確認一下 這應該是他們的慣例 因為我看好像每一個官員都是這樣 那就是這個過程當中 會讓他會覺得說 可能多一點的聆聽 你在過程當中表達你的誠懇態度 反而會使得議員 他的質詢的漏洞 或是你一直往私底磚裡面 可能他也未必會加分 今天這個東西我覺得 是有對韓國瑜市長的一些 市政上面的鹹熟度 是有受影響 可是還說到我剛剛那個點 市長不用知道所有的 可是他要多準備他的質訊的內容 因為不是只有這一題 至於自經區 我剛剛也給大家看 自貿區 對不起 自貿區 自由貿易區 陳曲跟賴清德過去也是 他們也認為這是舊高雄 跟舊台南的一個唯一的良方 現在政黨在輪替了 總統從馬英九又變成蔡英文了 又是變毒藥又不行了 大家不要忘記 過去蔡英文總統也說 這個法是糖衣毒藥 等到他要選總統的時候 他要講說他可以概括承受 為什麼你可以承受毒藥 所以經濟跟政治的問題 可以分開來看 我覺得韓國瑜市長的 週五的這一場備詢 現在受到大家的關注 接下來還有一整個月的備詢 希望他要格外小心 以我看這個這個經歷 他是沒有這個攻略 他說來調工黑康 黑庫拉廟條 那在議會工坊的質詢裡面 很多因為這事後剪出來的影片 跟現場是不一樣的 現場是一來一用 順甘吉甘 今天第一個 為什麼讓你覺得 市長他可能比較不耐煩 這個台東 夾這個夾片出來就是要製造你這個感覺 很多這樣 像我旁邊 我回到台南台也說 比較這樣 因為你不瞭解 台北市 你看台北市的議會 市長是要站來鼻孫台 鼻孫的 高雄市議會你看 市長是坐在他的位 鼻孫 你們台南市議會 以前也是坐在他的位 是我們合併之後 我們每次市長要站 我站在那裡坐在那裡 對不對 所以台南市 但是台南市民進黨 他們的議員沒在請市長出來了 都坐下來 我這時候他就主動要站出來 怎麼有人這樣對不對 這是一個態度 所以你如果站下來 你就不會批評說你對他 覺得像我不厭煩那種態度 因為一直坐下來 還是以前陳菊就是這個慣例 就是坐在那裡 所以他們不敢 他們現在不敢要求韓國瑜來站 你過去十幾年就是坐在那裡 剛才中庭到彈局 他們就是都坐在打順 就你有說 你有叫他跟他說 春的沒看你點名點什麼 所以這是因為坐在那裡 所以真摺出來的影韓 比較像這樣 所以這是變成說 剛才外公說得對 那一個小竹 人就不斷擴大 擴大到專門影韓國瑜 一個風團 團合到地 韓國瑜就是最兇 人家也說你看你都沒準備 他才會沒準備 因為他就跟你說 你如果小一個部分 我就請最了解 約空時他幫你搭訪 你如果要說概念 我跟他說概念 這個自由沒問題 就是要讓高雄發債 你覺得有什麼那麼重要 當時為什麼彈局到六千頂 那時候會去政策 因為我們現在 留在TO以外 現在左邊的擔盤沒有 包括我們跟美國的TIFA 都沒辦法順利 包括現在TPP該做 CPTPP 包括我們的RCEP 黨協制 我們都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你敵關稅 現在還要叫鮭魚返鄉 鮭魚返鄉是要怎麼返鄉 像關稅5%至13%的差距 你這裡的生理人 比較有人那樣好談 所以他們回來的優惠 現在有回來的 是敵順的幾種行驗 那麼自由沒有的工庫 就是說可以讓很多人 他不用勤勞在大陸 他現在在大陸的投資 他可以在工庫裡面的投資 工庫裡面的投資 他的進出定義在稅率裡面 都受到保障 所以他的身份台福島的降格 他可以欠用很多人 這可以讓高雄 借責很多酒業的機會 連後加工的產品 對當人進來就好 當人進來的東西 加工不進來 到我們國來的市場 直接處理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 韓國瑜就是說 這樣可以讓高雄 經濟外國會直接兩方美式 結果當然議員 是沒有給你那麼好吃睡 我剛才要跟你說那裡有的 我就要問你而已 問我你處理不舒服 但是一般像議員問到那裡 知道市長的台東 其實當下這個 王議員並沒有感受到這樣 他就一直要揹下生鐵 那是你 揹下生鐵是你 大家說我了解 你不要心理那個奈欽格的分量那麼重 你必須要翻那個韓市長 你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一牙極竿 他就穿起來了 所以後面又有 因為這個中指巡之後後面 還有一個自由發言的指巡 未來 尤其經過這個市場 韓市長他後面就 老人吃麻油 老烈 這就 後面所有人 我們差不多大家 就沾對這個自由沒有勘迫 來市長我請教你 所以這也是好 透過這順 他的概念清澈 因為每天都在 讓大家了解 其實韓國瑜是提出一張 可以讓高雄 脫胎換個兩方美設 這樣或是沒差 就是說 雖然經過這個市場 讓人有一點 話好說 意思說你客客人 怎麼樣 但是這樣 這樣或是一個好 美中不足 但是 還是一個好的機會 就是利用這次的市場 讓他真的把自由沒有勘迫 坦白說這個精神 可以地應高雄 我很早 我們那時候動算後 11月二時開始 我們在說就是 那時候我們是說三千億 他們不要說兩千九百億 現在炒起來是將近 要三千 兩百幾億 這種負責 因為市政府替問開起來 包括拜六禮拜 一個就要八百幾萬的利息錢 你要叫他怎麼去葬 所以他如果沒有脫胎換骨 坦白說高雄是搬不走 是絕對搬不走 頭一支搬出來 這個龍風美設 你們就全民跟葬 這樣就會到我開始高雄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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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雲 香港 aba 海 38 公